今天是2024年4月25号星期四 大盘今天又跌了274点 杀破了2万点 王瞳先告诉你 免金 你看一下旁边的测票 回测2万免金 这边直接告诉你一句话 2万以下都是好买点 都解完了 那么我们现在回头必须看一些我们的实战 再来66大盛连连发 标翻天翻倍赚 一路发 亏其到年底 把握机会跟上赚钱的大好时机 立即报名026630321 还有加入LINE小老鼠King5588 留下姓名手机号码 都可以 今天我们这个专案是最后一天了 你赶快跟上脚步哦 我顺便再讲一遍 这几天你们跟上脚步的 你到今天为止已经领到三个红包了 领了三个红包了 明天我们有一档机器人概念股 王同学好了 特别会员我们就开始进去了 就要先进去布局了 不是等到涨才能追 这个是大错特错的 那你看一下啊 我也不要一天天给你数了 你自己看啊 六六大顺 连连发 我们有多少个涨停 你自己看 自己看啊 狂赫至尊的威力 七天 七天 有22个灯 这22个灯里面呢 有一部分我们红包已经出去了 有一部分还在手上 红包还不发 现在大家清楚了没 请问市场上哪一个人有本事 22个都扎扎实实的灯 再来给你看啊 所以王同一直跟你讲观点 行情天天有 重点在操作 像今天大盘顶了200多点 274点 哎呀 大家看衰了又看坏了 王同今天一样发红包 等等我告诉你的 所以呢 你这个就是什么 底部进场 飙飙飙 至尊的威力 这样才是你要的 所以刚刚我已经跟你讲了嘛 我们选了一档机器人概念股 这档价位不高 算中价股 目前已经拉回来整理了 准备叙事待发了 我们要等它开始发动前一两天 我们要进去布局 简单讲就明天要进去布局了 就这么简单了 对不对 等到涨上去 哦我看到了 我追 那你已经跟我的差距就是差了一个停板了嘛 所以为什么王同跟你讲 底部进场标标标 至尊的威力才是你要的 看到了吧 看到了 好我们就开始看啊 来 公告各位 6761 稳得 股价冲高时出在104.5到105元 昨天96元以下买进 又是短线攻击成功 这是今年第28拱包 今天都发了9.07 看到没有 9点07 来来 给你看一下 6761 哎呀 你看一下是不是 这时候是不是最高 最高来到多少 105.5 这时候大概是9点10分左右了 9点8分 9分 10分左右 你看看我们讯息出的 是不是出来这里 看到没有 后面翻黑 翻黑无所谓了 我们已经有获利下车了 我们已经获利放口袋了 永远利率不败之地 好了 看啊 这个是4月20号礼拜四 下跌了1.5元 去年赚4.04元 我们是短线攻击成功 昨天买进 今天卖出 是不是短线攻击成功 对了吗 好 所以给你看啊 来来来 来看看 2024年 发出了28个大红包 这个红包谁 我得 我弹来了 看到了吧 我们有评有趣给你看了 买进也给你看 卖出也给你看 只是说昨天买进 我讯息我没有办法公布 因为太急太快了 我们买进以后 20分钟之内 他就自己就变涨停了 对吧 所以呢 我就讲嘛 你就跟在王瞳的旁边 才能够做这种快打部队 快速捞钱 现在的行情呢 你的动作一定要快 这个快一定要看到标的 要看准下手 而不能看他掌追 我跟你讲 保证再见 现在清楚了没 所以你先看到我们的快打的威力了吧 这就是我们的快打部队 所以今天呢 2020年发出了28个大红包 现在4月份还没有结束 按照以前王瞳的惯例 一个月应该是10个红包 但是你不要忘了 我们2月份放了半个月的假 然后后面又放了一些假 整个放假都放掉了一个月 所以严格讲 按照交易来讲的话 王瞳的任务已经达成了 好 继续看下面 今天三年 四月二十五三年 涨停 昨天涨停 今天涨停 好股 强啊 那三年你要不要出 我觉得是不用出了 因为他还没有涨完 他现在筹码还很安定 你不要听到王瞳跟你讲筹码很安定 然后明天就筹进去了 不是啊 你要跟在王瞳旁边才能够筹进去呀 对不对 好 开心说的啊 9点10分 4月二十五 9点10分 公客各位 五四九三年涨停板 股价再创历史新高 我们还有一半持股 报越久 赚越多 我的老会员也好 我的老粉丝也好 都知道王瞳的习信 我们买进两股票 都是分两批买进 出股票也得分两批出去 这样子才是要稳健操作 稳健获利呀 不是闭脸 你追呀杀杀砍呢 不是这样子 请问一下 你们每天杀进杀出 你现在荷包还剩多少钱 我就必须要问你这句话了 你看到王瞳这样的稳健操作 是不是 荷包越来越大 对不对 好你看清楚 五四九三年 已经三个涨停了 这一天这个涨停 只是没有收涨停又下来了 这一天的涨停 没有收涨停下来 好了 一个两个三个算机 今天也是这样涨停又下来 台积电七七年概念股 涨停创新高 今天创新高了 那么请问我还要讲什么 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 我们红包都发给你看了 对不对啊 那你还问我说我们还有没有 我红包都发给你看了 你想要得后面的红包 那就赶快加入王瞳的阵容了 是不是 王瞳的红包是扎扎实实发出去 不是向你们的追股票 追价追价 追涨停 好了再看 我现在必须要跟你讲几档个股了 几档个股 我首先有一档个股 我先给你解释一下 来叫这个3081 联雅 联雅在过去的 还说他生化家 现在变成细光子 我管理生化家细光子 我们现在给你看一个情况 给你看 看清楚 联雅去年赔了2.31元 看清楚 好 再看 今年第一季 今年第一季 亏损0.44元 看到了没有 你还什么Q2 怎么看 怎样看 那个不要管它了 我们只管一件事情 你去年赔钱 今年第一季还赔钱 你的股价有理由占在100多块 我就问你这个逻辑就好了 所以呢 这档个股 你看一下K线 真的情况 如果你是这档个股的持有人 那我真的对你是无言以对 我从来没有给你推荐过联雅 是我今天看到联雅的走势 讲给你听 这种碰红股 我们台面上很多 你要小心 你要小心 碰红股 你不要碰 现在知道了吧 好 知道了 知道了 我们来看后面的 来 奈米一产 661 奈米一产 看清楚 今天收盘137 看到没有 奈米一产 量油就几百张而已 2月16号礼拜五 这个图形 那时候收盘是121 最低119.5 最高124.5 2月16 我都下来要接 到什么地步呢 112到108里要接了 要这里找买点 这里找买点 好我们现在开始看 奈米一产 看清楚 我调图给你看 2月16号在哪里 来在这里 2月16号 来来 来在这里 在这里 在这里 好 看到没有 在这边 是不是一根长长的上影线 收盘121 是不是跟这里一样 长长的上影线 收盘121 看到没有 好 我说打下来到112到108进 结果呢 还打到106 你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 那为什么王同位跟你讲这档个股 因为他这档个股 他本身的条件非常非常好 他的增值股都120块 然后他还吃下了美国大公司 最近的消息不是出来的吗 对不对 所以你看 哎呦 现在开始飞上去了 飞上去了以后呢 现在就一堆的问我 老师要不要去买奈米一材 所以我今天才讲奈米一材给你听 那么你如果之前没有布局 这一段飞上去 这一段飞上去跟你什么关系呀 飞上去有50%呢 我的特别会员 就卖在152 153 还有一个差一点卖到154 因为没有卖到 还有挂 没有成交 但是没有成交 无所谓 他一事就都干出去了 哎呀 我就直接告诉你实战嘛 实战告诉你的嘛 这才是你要的 王统已经讲的不到多少遍了 不要每天幻想涨停板 奈米一材有没有赏停 有 你看 这天赏停你买到了吗 跳空上去你买到了吗 没有 这天呢 开盘开很高 一下就冲赏停上去了 打下来一下就冲上去了 你买到了吗 买不到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在这边打下来之后 你就要买了嘛 你又不敢买 上去要追 到现在为止 为什么我一直跟你提醒奈米一材 因为它本身是做眼球水晶体的 这个手术 注射液 这个专利是孤门独市啊 全世界就它是一家会耶 所以你看一下奈米一材的获利好不好 我给你看来来来来 去年赚2.8亿元 去年因为要并购东西 所以获利差一点 但是今年开始获利要慢慢慢慢出来了 好了 现在都跟你讲完了 所以你看下去 那米一材 661啊 哇呀 两个大底啊 今天这样上去了 看到没有 我说 眼球水晶体注射涂层 毛利率高达74.64% 是一档孤门独市的好公司 而且近期消息也都出来了 它每股5.4美元收购 美国的NBI 475万股 对不对 都告诉你了 以后它就成为国际化的公司 所以以后它的成长的速度会更快 你要的就叫这个 你要的就叫蔚来 这个才叫做产业分析耶 这个才叫做对产业的熟悉耶 不是每天看了网络消息 爆章杂志消息跟你胡说八道乱讲一通 那米一材看到了啊 好了我们看下一档 下档就3617硕天 这样2月16号 202.5 掌停板 这一天掌停板 我们是187到190进 我们是有凭有据给你看了 来来来 3617 看一下今天多少钱 今天来到259.5 最高的270.5 那么我们2月16号进的 进以后它不是用掌停上攻的 它是慢慢慢慢慢慢推升 你看吧在这里 然后慢慢慢慢推升 慢慢慢慢推升 慢慢推升 慢慢推升 上去 4月20号 创六个月新高 看到没有 去年赚了16.58元 16.58元 乘以20 那所以说你算一下 它的本益比应该多少倍 应该20倍来计算 应该多少钱 你自己算就好了 好了到了今天 4月25号 270.6 很棒 因为它提材太多了 有电动车 有探权 有缺电受贿 还有UPS不断线系统 哎呀一堆啊 一堆的提材啊 那你现在呢 我到奉献里不要追了 不要追了 但是我现在跟你讲是说 假如以后有机会打下来 你就要永驴承接 而不是打下来以后 我看到他 哦 不见了 哦 然后再抽上去 再追哦 我如果真的很良心的跟各位讲一句话 你们什么时候可以改掉你们那种操作的坏习惯 对不对 难道你被教训的还不够吗 好了 我们来看下一档 二有这档 金硕 六四九一金硕 这档个股啊 我在我的精英班里面都讲过 很多次都讲都推荐 去年就告诉你了 去年就告诉你了 今年第一季 今年第一季是眼球股 跟眼球有关的个股会动 今年第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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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里 在这里 到这里 都看到了 三月十四号都看到了啊 万万金课程里面也再度的强调 那么我就有一位特别会员 我讲了很多遍了 这位特别会员年纪都比我大十几岁 我是承她为大姐的 然后我老婆就承她为妈妈 因为她的年纪是比较大 我们总是要敬老尊贤 不能说欺负别人 这是不可以的 最起码人家年纪都比我们大 这位会员很可爱 他就听了我就去买金硕 就买在这个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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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特别讲特惠 我顺便告诉你 他买四十张 你今天看到价格 好棒哦 六四九一 好棒哦 上去了 看他们今天上到五百多了 哎呦 你那个会员不能赚翻了 那问题是 他在三月十四号买的 今天是四月二十五号 差不多报了一个半月 我就要问你一句话 你报得住吗 对 你抱不住吗 我再讲一个实际的案例 这位会员真的很可爱 他买了以后呢 上去的过程当中 你看这K线 上去的过程当中 两度被我赶下车 赶下车以后干嘛 他低下来 差不多不到十块钱 大概九块十块左右 又把他捡回来 两度哦 逢低下来又捡回来 然后就跟我讲 报告王老师 我又把他买回来了 我说好 好棒好棒 到今天高兴的跳起来了 是不是 我讲这样实际的案例 实际的案例 就实战了实战了 那你想想看嘛 这个标的给了你 方向向上 你是不是可以来回操作 我们高卖低卖 高卖低卖 很多的人讲嘛 低卖高卖 高卖低卖 好像讲讲很简单 你做给我看 你做给我看 能做得到的就王同 对不对 而且我要讲第一季 第一次眼球经济 眼球跟眼睛有关的各舞会长 也就王同讲 后面跟屁从一堆 好了 再看经书 今天 上去了 创了32个月新高 看到了 看到了 所以我说那位 可爱的大姐 你的高兴得不得了 对不对 其实最高是53年 我说眼球经济概念股 那他是做什么的 你们自己基本面子 你自己看好了 好不好 那和硕加锦硕集团的小经济 现在应该改这样的 这以后不要叫小经济 叫大经济 大经济 我演讲 我演讲会里面介绍好几遍 一档这个 今年就是这个 今年就是集团的小经济鼓 我现在到这地步 我现在要改口了 今年就是集团的大经济鼓 除了他以外 还打发 记得没有 都想起来了 好好 再看下来 释阳 去年的10月4号 礼拜三 去年的10月4号 礼拜三 压回是175到170附近要买 好了 我们可以看释阳来来 六七八 今天我是把很多图都调出来给你看 给你看干嘛 是高级的一点回忆 来来来看清楚 好 我把这个打出来 来去年10月4号 去年10月4号在哪里 来来来看清楚 看清楚 10月6号 10月5号 10月4号 当天收盘204.5 当天收盘204.5 对不对 我告诉你 打下来到170到175附近要买 结果最低打到多少 给你看 来来来来来 这一次打到低点在这里 179 后来呢 来到这里一个低点 都看到嘛 这样你总看得很清楚嘛 最低173.5 第二天173.5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 对不对 然后从此就开始一路向上 一距步回头 哎呦都看到了 好奇怪哦 那王头给你讲的话 是不是都实现了吗 那今天呢 我只能再度问各位一下 10月4号放到现在 也不过是半年的时间 虽然是没有翻一倍了 有没有赚到五成以上 有咯 173到253 有没有 有啊 80块是不是出了还超过五倍咯 对不对 好了嘛 四阳 1月4号礼拜四 1月4号礼拜四 我还跟你讲 创八个月新高 创八个月新高 续报续报 当天收盘是224.5 到了今天是253 对不对 那你也许会想说 我上去卖下来解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要跟着我才可以啊 你自己做就不可以了 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所以你看一下 4月25号礼拜四 今天我特别跟你讲 明基友达集团的小金基 对不起啊 我这些写出来应该叫大金基 哇 这图漂亮不漂亮 漂亮嘛 好了 今天我也跟你讲了很多了 是呀 6782是呀 明基友达集团小金基 眼球经济概念股 很多很多 对不对 这都我也不知道怎么来讲了 好 再来 就开始看大盘了 我知道 你每个人都希望听王冬解大盘 肯定说 4月23号礼拜四 当天上涨188点 没有霍克杀了 杀光了 那么 4月23号礼拜二 礼拜二 然后这是仰空又空盘 涨到188点 到了4月24号礼拜三 涨到532点 532点 是大买特买 大买特买 好 大买特买 你看 我说强攻微转 这一波会上看2050点 结果你会觉得很奇怪 那王冬会假如强攻微转 为什么今天跌 哎呀 再洗一次盘嘛 好不好 不要那么紧张 所以今天给你看王冬的盘讯 大盘以下跌128点开出 昨天大盘涨太多 盘后并高知 今天会回测2万大关的支撑力道 今天的低点在19900点附近 那你看一下今天低点打哪里 1988 有跌破19900 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目前在2万点以下都是好买点 今天会收黑 会有下一线 但是下一线不长 盘面 个股表现 选股很重要 选股再设飞镖 你就尽量去设吧 我刚刚也讲了联雅光电的事情 给你听了 3081 你继续去设飞镖吧 看什么涨 你都有 你就知道后果是什么了 对不对 当然了 我也不希望讲不好听的话 我总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 洗得快快乐乐的数钞票 但是前提是你要跟对人 那么明天以后的盘会如何 哎呀 我就必须要在索码里面讲了 这个我再从您讲一遍 去年演讲会 去年演讲会 还有课程 今年的两次课程 我都讲集团股 而且集团小金鸡 对不对 还有眼球股 都给你讲烂了 全队 那全队 那当时等我想完以后 不是全队 讲完以后 慢慢涨 慢慢涨 每个人都讲 不涨 不涨 那我现在已经掉头给你看了 把头都掉给你看了 有没有涨一大段 呦 涨到你 吓死宝宝了 这才是你要的嘛 我们为什么那么能够开心 因为我们都是用中波段操作 好骨爆的不寂寞 我根本不怕它震荡 如果你要坐驾沙也没关系 你跟我讲一声 我单独带你坐 像我的特别会员 被我带着坐驾沙好几趟了 很高兴 然后甚至常常会问我 收完盘以后就问我 老师 明天要坐哪一档 我说 你们不要那么急吧 还有很可爱的 就是说 等到当天早上8点40分 就问我 老师 今天我们坐哪一档 这个就是代表什么 王瞳带着各位坐驾沙 已经得到大家的信任 我直接可以告诉你 我们坐驾沙没有赔过钱的 好了 今天再跟你讲 六六大顺连连发 七天 二十二个涨停板 所以 今天我们六六大顺连连发 最后一天 标翻天 翻倍转 一路发 会期到年底 把握机会跟上赚钱的大好时机 也许今天大家会觉得 节目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长一点的原因是因为 我今天要拿很多资料给你来验证 王瞳讲过的话 以及王瞳的操作 给你看 就是代表我们的会员 嘴巴笑得比屁股还大 好高兴的哦 好了 我们等他进入会员的索码时间 哎呀 顺便跟你讲 明天盘不会差了 不要担心 好 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